故军在巴赫姆特前线村庄狂奔 因为又夺回一座战略小镇 残破建筑旁蓝黄国旗重新飘扬 士兵们却不已因为收复克里什吉夫卡 对包围巴赫姆特有重大战略意义 俄军试图夺回战略重镇 然而巴赫姆特停止的战况终于有进展 也让乌军士气大振 反共有重大突破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夜间演说特别表扬 因为即将二度访问美国 风朔战果很重要 不过西方国家态度很保留 美国最高政领秘立受访时就说 乌军反攻没有失败 但要把20万甚至更多俄军赶出乌克兰领土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门槛恐怕非常高 TVBS新闻正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